眼部精華液配上冰涼的按摩頭 讓你的保養越用越有感喔 哈囉大家好 我是Vogue美容編輯正方 你們大家知道嗎 最近有一個保養品項非常的紅 那就是眼部精華液 這些眼部精華液啊 因為它裡面都附了各式各樣的按摩頭 有那種圓的啦 或者是扁平的啦 或者是斜的 它重點是它們都非常的冰涼 一擦在眼上啊 就有一種冰涼冰震的效果 今天呢 我介紹五款現在市面上 非常火紅的眼部精華液 而且還請到他們的老師 一一示範給你看 讓你知道 到底眼部精華液應該怎麼用 怎麼按效果最好喔 雅詩蘭黛特潤冰島緊緻眼部精華 那今天我想要特別介紹它 是因為它裡面的按摩頭 其實我抽出來 其實它很重耶 就是感覺很扎實 那它是屬於醫療級的不鏽鋼 那它的等級就是非常高 像我們平常如果是要裝水啊 大家都知道要用304 那它是醫療等級的 就是手術房在用的 所以它就是更抗菌啊 而且就是使用的效果非常好 到底眼部精華液 跟眼霜的差別在哪裡 在眼部的肌膚構來講 其實跟臉部是不一樣的 因為眼周的肌膚呢 皮脂線是比較少 再加上呢皮膚的厚度會比臉部薄40% 所以以相對老化性的速度來說的話 眼周肌膚的老化速度會比臉部來快了5倍 所以相對來講的話呢 眼周肌膚呢是更需要先做好一個 修護打底的動作 全新雅詩安黛特潤冰島眼部精華最大的特色呢 其實它延續了小棕瓶強大的修護能力 那可以一致解決眼周所有的肌膚問題 最強大的特色呢 就是可以幫助我們的肌膚呢 抵抗所有的眼周的科技傷害 讓可以讓我們的肌膚呢 眼周肌膚立刻的瞄緊緻 然後呢達到一個大眼 緊實 那同時有提供一個絕佳的全方位抗氧效果 原來啊這個小棕瓶的眼部精華 有對眼睛有這麼好的效果 像現在大家就是因為可能都在看奧運啊 或者是很愛滑手機 眼部都非常的疲累 其實這個按摩頭 它就有三種可以讓你的眼部 看起來非常的年輕 有精神的按摩手法 首先呢我們可以在眼周下方 眼尾眼中眼頭 各點壓三點的縮眼精華 再從眼頭滑到太陽穴 來回三次 接著呢順著眼尾滑到 眉骨下方 做一個小小的360度的 小圈的循環按摩 一樣循環三次 接著呢 再從眉骨上方 順滑 一樣畫三圈大圈 最後我們在太陽穴的部分 原地三圈 做最後的眼部的循環按摩 我們將剩下的眼部精華 從眼頭 提拉到太陽穴 幫助最後的拉提緊製 以及吸收 嬌蘭皇家蜂王乳 黃金冰滴眼脆 那他們的蜂王乳的成分 非常有名嘛 也是就是可以讓你的眼周 有一個很好的修護效果 那它裡面附的啊 其實是一個黃金的冰滴倒頭 然後呢它其實也是 有一個很好的按摩效果 就在按摩的時候呢 你只要輕輕的點 輕輕的滑 就可以讓你的眼睛放大哦 那它到底怎麼使用 獨家的這個冰滴倒頭 它是可以精準的 針對眼周圍呢 幫你淋濕腳的做按摩 第一個呢 我們會針對下眼皮呢 做左右的滾動方式 所以我們可以來回的 輕輕的滾動 兩到三次 那第二個呢 我們可以針對眼周呢 做輕彈 第三呢 我們可以在眼周畫圈圈 由外往內畫圈圈 第四個呢 我們可以針對眉骨 做輕壓 體拉 可以針對眼周很多 按摩血點做輕壓 那最後呢 我們可以針對眉骨 往外的做延伸 來拉出眼周附近的 緊緻線條 蘭蔻超進化基因大眼精粹 那它裡面呢 其實附的一個按摩頭 其實這個應該是業界 我記得是最早最早 有這個按摩頭的 大眼睛碎的按摩頭啊 其實是經過不斷的淨化 然後呢 它上面這個嘛 是一個冰晶的按摩頭 那你有沒有看到下面啊 黑色的地方 它其實是一個彈力 你看 它是可以360度彈力回轉的 它就是一個彈力的冰珠 所以讓你在使用的時候啊 可以就是在眼部 就是輕輕的扭轉 也不會帶來傷害 那其實我每次用它的時候啊 我還會弄我的睫毛 可以讓你在眼周肌膚保養之餘 還可以讓你的睫毛比較風暈 眼部精華呢 分子比較細緻 然後呢 質地比較水潤好吸收 能夠吸收到我們的肌膚底層 而眼周底層呢 有穴道 血管 跟肌肉等 兩者搭配呢 可以加強我們的眼周的微循環 刺激我們的穴道 大眼冰珠呢 有我們獨家專利的360度 醫療型的白鋼 它可以針對我們眼周的穴道 增加我們的刺激跟按摩 首先打開冰珠後 再瓶口轉個幾圈 取適當的用量 從眼下開始 第一步將精華塗抹在眼周 第二步畫小圈按摩眼周 第三步清點眼周三個穴位 第四步塗抹在睫毛根部 迪奧逆時能量超彈力亮眼精華 你看 它是不是跟別人比較不一樣呢 它其實是一個360度的彈力壓頭 它其實也是可以扭轉的 它上面啊 其實有七道波紋 它就是模擬你的手部的那種 按摩的那種效果 我們的眼睛大概一天會砸個一萬上下 所以它的眼部肌肉非常的疲累 我們可以透過這個亮眼精華 達到一個舒緩的效果 超彈力3D壓頭 它主要有360度可以旋轉的超彈力頸部 所以可以深入我們眼周肌膚 每一寸零死角的照顧到你的眼周肌膚 再來它有七道波浪紋的設計 就很像是真的美療師在幫我們用手指頭 按摩我們眼睛周圍的肌膚 另外它的合金材質 可以快速降低我們眼周浮溫達到1.5度 所以有很好的消除水腫 跟改善泡泡眼的功能 首先可以取出大概一個米粒大小的用量 好 那我們輕輕的將產品點在我們的眼下 由外往內點 再帶到我們的上眼皮 那這個動作呢 可以均勻的將產品 輕輕的 平均的放在我們的眼睛周圍 接著呢我們就要開始按摩了 從眼頭帶到下眼皮 到我們的太陽穴 那這個動作呢 就像是熨斗一樣 可以輕輕的 撫平我們眼周的細紋跟紋路 接著我們就要做我們的眼周輪廓雕塑 所以建議大家可以輕輕的扶著你的眼尾 有眼頭 把我們的這個眉毛的肌肉往上拉提 那這個拉提的動作呢 就可以快速的緊實 我們眼部的輪廓 有放大跟亮眼的效果 完成了之後呢 我們可以再使用我們的手指頭 按腰一下我們的太陽穴 那在按摩的同時呢 還可以輕輕的將我們的眼尾往上拉提 讓它再做一個緊實跟舒緩的效果 這樣就完成了 其實我們常常早上一覺醒來啊 眼睛不適就是很浮腫 就是覺得很乾或者有黑眼圈 其實這個時候啊 老師有教你每一個人一起床 就可以做的一個簡單的眼部tips 可以讓你一整天的眼部都明亮動人哦 所以當你早上起床還躺在床上的時候 建議大家可以先溫熱我們的雙手 之後呢用你的掌心的溫度 稍微熱敷一下你眼睛周圍 這個時候你眼睛周圍的敷溫會慢慢的提升 接著你可以再使用第二 逆時能量超彈力亮眼精華 因為它這個超彈力3D壓頭 這個合金的材質 可以快速降低我們眼周的敷溫 達到1.5度 透過熱敷跟冷敷交替的過程中 就可以快速的消除我們眼睛周圍的水腫 這樣你早上出門的時候就會非常的漂亮 Cisley黑玫瑰亮眼水凝金露 那這一支亮眼金露啊 它裡面用到了法國黑玫瑰 裡面的黑玫瑰金露 跟黑玫瑰金油 然後呢它的重點是它的這個頭啊 其實是一個冷磁石 就是放在皮膚上也是瞬間冰涼 那使用的時候你只要按一下 它就會擠出來 然後呢就會透過這種按摩的效果 哇它在皮膚上真的很冰涼耶 那到底要怎麼按摩呢 我們來看一下老師的示範哦 剛開始擠出來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是一個 玫瑰色的一個乳霜的感覺 但是很厲害的是 當它接觸到肌膚呢 會瞬間爆破成非常細緻的黑玫瑰金露 然後瞬間的就可以被肌膚所吸收 那因為它的質地其實非常輕盈 然後吸收效果也很快 所以像有些客人 他會不喜歡眼霜的質地 可能比較厚重 或者他會擔心長肉芽的話 那其實這一支亮眼水雲金露 就是它非常好的選擇 第一個步驟呢 我們是輕滑的部分 從下眼瞼 由內往外滑兩次 再上眼瞼也重複 由內往外滑兩次 可以達到撫平細紋的效果 接著第二個步驟呢 是拉提 從上眼瞼 眉頭 眉宮和眉尾 向上延伸三次 可以幫助激活眼周的循環 擊退浮腫跟泡泡眼的部分 最後呢是輕點 從下眼瞼 由內向外 輕點五次 在上眼瞼的部分同樣的是 由內往外輕輕壓五下 可以幫助改善眼周的暗沉 同時綻放明亮的光彩 以上就是我介紹五款最新的 眼部精華液 那我要提醒你哦 眼部精華液擦完之後 最好再擦上眼霜 做一個覆蓋 可以讓眼部保養的效果更好哦 如果你還有什麼其他 保養 彩妝 頭髮的問題 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 我們下個禮拜五再見哦 掰掰 不及閉嘴 夠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